好,各位好,我们今天要来谈分镜 各位你到我的那个,打那个四星 四星礼平哲老师 礼平哲老师就会找到我的影音新闻教学制作 然后影音新闻教学制作呢 就会到我的这个部分 影音新闻教学制作 OK,你就会找到一个新闻 影音新闻中分镜的拆解 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分镜的拆解 有找到的吗,看一下 哦,有了 我不想解释了 分镜的拆解,就是我们讲分镜 然后我们开始讲分镜 分镜什么意思呢 一个毕业典礼,假设两小时 你不可能从头录到尾 我们一般而言在所谓的影像的叙事 通常会透过三张四张图 把一个东西讲干净 没有你看,毕业给你一张图 两张图,三张图 你就了解了,对不对 不可能从头弄到尾啦 不可能就像现在说那个 手机拿上去一直拍一直拍,那个也没有人看 称不上专业嘛 我们是媒体专业的啊 媒体专业就在于,尤其是影音的媒体专业 其实分镜就是核心 一个事情这么长,我如何找到合适的画面 勾起来,产生理解,对不对 基本上这个叫分镜 基本上这个叫分镜 那我们已经讲过了,新闻是这样子的 我们说新闻是倒三角形 然后这一段呢,有个WGiH其实是背景 不一定有个WGiH吧 把背景交代完毕啦 人之实地物把背景交代完毕 有背景才能理解嘛 然后再过来是每一个面向 每一个面向,一件事情重大的面向 比方说我们假设最常看到火灾 火灾人,你可能会看说 火势,没有火势 火势是个概念,火势有多大 再过来受伤的人,受伤的人是个什么状况 再过来,消防队员 消防队,因由消防队,救火的样子 那又这个概念 每个概念,我们都透过什么 影像把它串起来,由上而下 然后由重要性重点,由上往上拜 这就是一般而言,我们所谓的新闻 那重点是一个概念出来的 火势,你要怎么去表达火势 你不可能在那拍一小时嘛 就会这样子,这个分镜就出来了 你要有三张图,把所谓火势的概念表达出来 那你就要挑,这就是你的功利了 那一般而言,我们会说 在这个地方往下 在这个地方往下问,怎么样形成一个合理的呢 我们就会说远中近,有没有 你看这个东西 远景,中景,近景 用一个远景,中景,近景 就会把一个故事讲干净了 比方说,哦,反正就是这样子 远景,中景,近景 就是这样子 再来看,远景,中景,近景 有没有,这样子就把一个船 船的概念出来了 有没有 起火啦 然后稍微远景,中景嘛 怎么样去救他,对不对 然后损害的伤害,远中近 就把一个概念讲完了 这是一个概念,你看 这边接下来又是另一个概念 游客嘛 这里是船 这边是游客 那另一个概念又是远中近 就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如果都懂的话 现在核心在于 核心在于 我们要讲的是分近之间的逻辑性 分近之间的逻辑性 对,没错 远中近,要三张图 但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三张图 感觉是一个事件呢 理解成一个故事呢 那三张要有连续性嘛,对不对 你不可能这边拍一个山 这边拍一个海 然后这边拍一个什么 什么上厕所 你根本都记不起来 三张图没有逻辑性,对不对 三张图要有逻辑性 那现在是怎么样有逻辑性 这是我们来讲的 你在拍的时候 远中近,远景,中景,近景 你怎么让人家知道 这是一个有逻辑的 我会把这三张当作一个事件来理解 最基本的概念是说 这两张图要有部分的内容是相同的 我们一般而言 然后这两张图 比比相连的图 又有某些内容是相同的 这里有相同 这里有相同 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串起来 然后这个又串起来 这样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可理解的概念 这就是说分境之间的逻辑性 的一个方法 分境之间的逻辑性 我解释给你看 我们现在看这一个 你应该看得懂啊 哇,办公室吵架,远景 这两个人吵得更凶 中景,近景这个人 没有,就这样子 你看哦,各位仔细看哦 我们刚才那个概念就是这样子 这两个人有没有 这两个人有没有重复出现了?有啊 你会把这个地方串起来 这里跟这里有没有重复出现?有 远景,中景,近景 然后这两个串起来 这两个要串起来,有没有 就有理解了 会吗?拍的时候用一点心 想一下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张图 也一样啊,这张图你看 这张图比较 它是没有远景、中景、近景 我们说远、中、近是一个一般的概念 你个人的运用上也未必的 那不管 远、中、近最好了 这讲是两个中景 一个远景,它刚好倒过来 没关系,远、中、近去搭配 你看这个人,有没有 这人啊,人出来了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是不是同样的人 刚才那个人跟这个人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可是这边有一个鬍子,对不对? 有没有一个鬍子? 注意哦,这个鬍子很重要 因为这个鬍子是跟下面那一张有关系的 所以看我们在画面当中 这个鬍子是很突出的 你知道吗?不是乱拍的啦 有道理嘛,注意鬍子哦 那你往下看,这一张图 这个鬍子 这个鬍子跟刚才那个鬍子相关 然后三张图,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概念出来的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所讲的 分境之间的逻辑性 分境之间的逻辑性的概念 就会非常重要 再讲一遍 如果我们一般而言最基本的状况是远、中、近 那我们一定要部分的内容是相同的 然后部分的内容是相同的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三张图 连成一个可被理解的影像性的叙述事件 我们就到这边,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